麻煩老師您跟同學您就進到OneNote.net 這個是1234-1 白板上也有 您進來的話您可以選擇用加入的 您可以選擇用社群的群組 或者是直接用Email註冊都沒關係 如果說您只覺得我不要那麼麻煩 我只是想看一下 您就用右上角這個訪客登錄 用訪客登錄就可以了 你點一下之後它會說7塊碼 它會產生一個8位數的代碼 那如果你把那個代碼記住的話 下次再進來還是可以用 那麼這邊可能會稍等一下下 就是說您進來的時候 在這個地方會稍等一下下 那麼我先拿另外一個已經有加入的 給您稍微看一下 好這邊雙螢幕很好用 來如果說您剛已經加入的您會進到這個 它的首頁應該會是在這裡 就是在這邊 好那您加入之後呢 右上角這邊 因為我現在是用登錄的 所以它會顯示我的名字 那麼如果您是用剛剛試試看的 訪客的 它後面這邊呢 會有一個8位數的代碼 那麼要麻煩您從這個發現這邊 從發現這邊進來 那我們在這個裡面的話 除了您找我的 其實這個是一個蠻好的一個 就是我們講的所謂翻轉學習的一個工具 那麼您看到了這裡發現呢 它裡面其實有三個地方 有三個地方 一個呢是所謂的單元 就是人家每個教材裡面的一個 某一個教單元 那這個是指課程指的就是 它針對這個 比如說我今天是教數學 那麼它可能是裡面會有第一堂的 第二堂的第三堂的 好那群組呢 就比較類似班級 那所以我們今天的資料 我是把它放在這個群組裡面 好群組裡面 當然我滿建議大家其實有興趣 您可以看看別人的資料 因為別人的資料也非常豐富 那您點到這個群組之後呢 第一個呢您就看到我的囉 在這裡 有沒有在這邊 這樣就在這邊了 我看這邊有沒有進來了 應該有了 有有沒有進來了 好你看我們右上角 有有沒有一個訪客代碼 您只要記住它後面這八位數就可以 大小寫不分 大小寫不分 那下次呢您再進來的時候呢 就可以打這個 在試試看的下面有一個輸入代碼 就輸入這個 好你看我把它點到這邊 群組 好點進來 但是呢你現在點進來只是看而已說 欸看看這個 這個班級在做什麼 好裡面我的資料呢 我會稍微秀出來 那麼您看到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加入 這裡齁這個加入 那可能要麻煩各位 您在點的時候呢 要點這個字的地方齁 你不要點到旁邊 點到旁邊它就 不為所動 OK齁您點一下加入 好按一下瀏覽 這樣就進來了 好那這個也許可能就是稍微等一下下齁 您大致上呢會看到第一個就是我們的簡報資料在這邊 好那你往下捲動 如果說您有需要這個簡報檔案 您就直接從這邊下載就好了 因為我想說那個業術很多齁 發給各位每次都拿去店便當 實在是也不太好意思 所以我們就環保一點啦齁 我就請我們一樓盡量掃印一點 那麼您除了這裡有資料之後 您可以看到這裡有任務 任務其實我有放一些資料在裡面了 有放一些資料 如果您進來之後 您可以按一下這個單元打開 下面就有 按一下呢就可以做連結 好就可以做一些那個 瀏覽這些單元的內容 就是這個地方 OK齁 所以老師這樣應該大致上 對我們的資料應該會有個了解的對不對 好那這一段我就先錄了